我们打个比方 终于认为心肠神 简单解释 心中呢 心中 有一滴血 这怎么解释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心脏 这个血要进入心脏 从心脏出来 绕一圈 什么心事 左心事 右心事 心脏进去以后 从心脏出来 终于 的观念里面认为 心脏中间有一滴血 所以 心的血进去心脏 去取代旧的血 速度应该是这样走的 永远有一滴血在中间的 就好像你玩那个物理 那个球 咚咚咚跳 雪一滴在中间 那有一天呢 你回家 妈妈回家 就门一打开来 儿子从旁边一跳出来 一吓妈妈一叫 你当场吓到东西 皮包也丢了 鞋子也掉了 吓到 这一滴血 瞬间不见 因为你受到惊吓 一下不见的时候 这个滴血是藏神 藏神的地方 藏神 藏神的地方 那这滴血不见了 那你同样啊 血是这样 变成这样走了 你知道为什么 这样走 那血的速度很快 你在EKG 什么样看不到 这速度很快 你永远不会想到中间 有一滴血的那边 那这滴血没了 那你看到的血的流行 还是一样 可是病人就开始失眠 开始失眠 那么我们有方法 让这滴血 正好回去 就那个点上面 这个终于可以做得到 那你觉得人生很乏味 你说老师 我睡觉不好睡 我开始吃安眠药 吃安眠药吃到后来 因为你不知道 这是心肠神的地方 你一直吃安眠药 去压制他压制他 而不晓得睡眠 是心肠在管 好 所以你会 到头来会失神 那神失了以后呢 就觉得 这个 我觉得很高兴 去自杀 很开心的 去自杀 所以一般人得了 这个忧郁症啊 或者什么样的 失眠 到他自杀了 他才笑的 因为你们是看到 这边是跳楼的 我们在美国是有枪嘛 我家可以装 装装一个连 我的枪可以装装一个连 那么多枪 这是合法的 我还有西枪指质 我还可以带枪在身上 那很多人自杀 都是拿枪啊 打进去 因为枪的速度很快 打到脑袋的时候死掉 嘴巴还在笑啊 为什么 就是因为 药物的读书控制 心已经藏成 失神了嘛 见鬼则笑嘛 一直在笑 很开心的在笑 然后觉得自杀很愉快 就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会 现在美国FDA 也发现到 这些抗忧郁的药 Zoloff 或者Prozac Zentai 这种抗忧郁的药 还有一些安眠药 他原来当初设计的目的是 要预防病人去自杀的 结果呢 病人吃了一段时间以后 适得其反 是很开心的去自杀的 最年轻的是22岁一个 美国大学联盟的一个 这个很有名的四分位 Cortback四分位 他两年前 一年前往 就抱上灯 他自杀了 很壮啊 前途 很好 他自杀了 这是忧郁症 这是忧郁症